2013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发展家庭农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不过专家认为家庭农场的概念不合时宜 而且土地可以向专业大户流转,是共产党正式向农村掠夺土地的开始 一旦土地集中流转以后,众多湿地农民将像当年工人下岗一样 没有其他谋生的手段,随时都会一无所有 所谓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成为中共中央针对农村问题的专有名词 2013年的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概念 鼓励和支持农民承包土地,并且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有网民担忧,土地转让集中后,谁来维护众多湿地农民的权益 美国南卡罗兰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谢田博士表示 家庭农场概念和世界农业现代化的趋势显然背道而驰 因为这个中国农业呢,你实际上如果真向现代化发展的话呢 你必须走这个大农场的概念,走向那个机械化的概念 比方走这个,走向美国这个农业这样的概念 而这个大农业的话,机械化的话呢,你土地必须连在一起 那它现在呢,你家庭成员作为主要劳动力 不是像地主人一样的,你可以大量的雇用那个农业工人来做 所以这个实际上有点很荒唐的,你知道 和世界农业现代化的趋势呢,实际上是相违反的东西 据农业部官员解释,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 从事农业规模化、商品化生产经营 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经营主体 主要在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中共每年的一号文件呢,都是农业,关于农业的 过去大概十几年来都是这样 那今天呢,可能改头换面,提出这个家庭农场的概念 从这个农业现代化的趋势上,它是落后的 从这个法律制度上呢,它也是反动的 实际上是给这个全会阶层呢,以机会 它可以大量的去那个掘取这个农民的土地 一号文件也好,家庭农场也好 实际上就是一个共产党的最后一次掠夺的正式的开始 谢田进一步介绍 所谓土地可以向专业大户流转的后果 但是呢,它又提到就是说,这些家庭农场 承包的土地可以向专业大户流转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给中共的新的权贵阶层呢 开这个绿灯,给他们创造了就是大量吞并 这样一个那个方便之门 房地产业的发展呢,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城市周边的土地 农田变成那个城市土地 而那个大量的盖房子,让中共的参观呢 赚了一大笔钱 据统计,中共当局已经在上海松江,湖北武汉 吉林沿边和浙江宁波等地建立6670多个家庭农场 这一项政策啊,如果你想想看 一个政策,一个国家的法律 连续二三十年都不能到达位置 而且今天变,明天变,变来变去 这个国家怎么不紊乱呢 据资料统计吧,中国2012年到年底吧 中国城镇化程度已经达到了 这是中国官方的数据啊,达到了51% 我估计中国城镇化可能要达到70%以上 有网民指出,当局催生家庭农场 实际上是通过土地流转 将农村土地逐步转让给种植大户 貌似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问题是,将土地转让出去 为数更多的农民怎么办 土地流转真正是为了谁的利益 也有网民认为,重要的是让农民分流 或成为农业工人 或成为技术工人 千万不能像当年工人下岗一样 没有其他谋生手段 随时都会一无所有 北京国庆内餐期刊首席研究员 龚胜利认为 一号文件越多,对中国的稳定性越麻烦 因为说明国家做不了主 让党的文件来做事 龚胜利说,这些文件出笼 中国基本上无法真正法治化